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首先來看到颱風的最新動態了 我們原本呢 在菲律賓東方海面上的熱帶性低氣壓 已經在今天早上發點 是正式生成今年第12號颱風 命名為梅花 而接下來呢 它的移動路徑是往西北 轉流球海域的方向來移動 不會直撲台灣 不過它的外圍環流 依舊會對我們 造成影響了 從中秋節10號晚上到14號 這段期間 因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東北部地區雲量增多降雨機率也會提高 那麼目前會不會發布 海上颱風警報呢 看來是機率很低 不過依舊要繼續的來觀察 那麼今天天氣狀況整體來說是回穩了 各地大多是多雲稻晴的好天氣 不過到了下午 中南部地區依舊會有 午後雷雨的狀況出現 那麼各地白天高溫平均是落在30到33度之間 而特別要留意的是 在台東地區呢 還是有可能會出現36度以上的局部高溫 那麼明天開始就是中秋連假了 整體的天氣狀況如何呢 我們一起來關心 其實從10號白天之前呢 也就是明天到中秋節的上半天 整體天氣狀況是很相似 各地是多雲稻晴 只有午後在山區還有中南部地區會有零星的雨勢出現 那麼到了10號之後 因為受到颱風影響 東北風增強 所以造成迎封面的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北部地區 雲量變多 降雨機率會增加 但是它的雨勢狀況如何 還要看颱風跟台灣之間的距離 因此呢在北部的觀眾朋友 如果晚上想要賞月的話 可能就得碰碰運氣 一直要到往南走 整體的賞月條件才會變得比較好一些 那麼整個中秋連假 早上晚上的溫度都偏涼 建議大家呢 如果晚上要外出賞月走走的話 可以攜帶一件博外套來備用 接著我們透過圖卡 一塊來關心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先來看到的是北部地區 基隆28-30度 台北28-31度 新北28-32度 桃園也是28-32度 新竹苗栗最高來到33度 上半天都是多雲道晴 中部地區 台中31-33度 彰化南投30-33度 雲林29-32度 嘉義29-33度 上半天也是多雲道晴 但下午可能會出現零星的雨勢 南部地區 台南29-31度 高雄30-31度 屏東28-32度 再來看到的是東部地區 宜蘭28-32度 花蓮29-32度 台東28-31度 還是有可能會出現36度以上的局部高溫 外島地區 連渣27-29度 金門28-33度 澎湖則是28-31度 最後小地您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整體來說天氣回穩 但是早晚會燒涼要注意保暖了 那麼中南部地區 午後依舊會有雷雨出現 外出的話記得攜帶與具備用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